選舉已經剩下十幾天 我們希望他提政見 提願景 提建設 但是依舊仍然不務正業 到現在還在質疑說 這樣子的一個就是中選會的規定 那是不是也相對的質疑 所有的選間人員包括警察 都是共犯結構 那再說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委李進勇 那這是中選會的規定 那是不是說如果我的對手 他對這個有意見 是不是應該回去跟總統來哭訴 希望總統來改善 或者是希望總統來介入 因為現在府院黨都是民進黨 所以我不懂他提這個意見 到底是要做什麼 那現在我們一屆平民 我們所有的候選人都是一屆平民 我們只能夠遵照中選會的規定來辦理 不應該講是誰的票上去 因為我們應該要訴求的是 我們能夠提供烏日區 未來更多的建設跟服務 就像寬衡的政策三件一樣 我們在公托又托方面 還有以及農地工廠的一個這個改善合法化 那還有就是能夠讓我們既有的商圈能夠火化 讓生活機能能夠提升 這些部分都是在寬衡的政策三件裡面說的蠻清楚的 那我們這個烏日地區它是一個新興人口區 那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訴求到更多的選民能夠認同 那我們也會來極力的幫助地方的轉型跟發展 所以它不應該是任何一個政黨或者是政治人物 想要用這種意識形態去綁架這個選區的一個選民 那所以我相信我們在這個過去擔任立委期間 所對於烏日所提的建議跟建設以及所有的改善 這些東西選民都是可以見證 然後也可以肯定也可以替我們打分數的 政治力的干涉 府院黨全力的反公投宣講 然後呢造成以及公投跟大選脫鉤 所以這樣子的結果我們接受 但是這樣子的結果並不能展現所有的民意 所以如果我們這一次的公投 因為投票率其實我們也看到了 就算民進黨全黨介入府院黨全力的 來做反公投的這樣子的宣講 但是他們的門檻也沒有達到25% 所以其實這種無法展現全體民意的公民投票 那我們相信選民有他們智慧 所以我們不應該侮辱我們的選民